讓我們今天先讚多一點 但鹼水味沒有被上面失色 一把口子都沒有了 這是讚嗎? 但因為太好吃了 所以這些要死都回去才算 認真的嗎? 認真的 醫生問我吃了什麼 看有沒有吃魚沙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朵大國際 Hello 新一年,新年快樂 新的第一集 那這次我會不會答應大家拍12集呢 我不敢短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次的推廣 蟹肉鍵 對,他自己IG都說 那個鍵 就是他其實是上年已經出過的 有請我今次的 我不會再說壽司女郎這個字 上集 我說完之後,沙漠說 好羞恥 的確有點 有請我們的壽司評論員Yoyo Hello,大家好 壽司評論員不是更羞恥 那我先吃 蟹肉味增拉麵 你這個吃飽好像挺有趣的 不能共享的蟹肉 但也可以共享的 我來吧 我這個是分割專員 嗶,聞起來是有一點蟹味 我想說我還沒真正喝過湯 我已經聞到它的湯很淡 對,我也覺得很淡 你想說,你聞到它是很淡 一罐的鹼水一樣不會少 這個鹼水感覺 其實它一向的麵都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先讚多一點 鹼水味沒有給上面失色 這是一個讚嗎? 對 很正面 我總之間覺得我的筷子短了 我最初以為我胃痛出現幻覺 原來它真的短了 我認為今年開始會贊壽司令 所有東西都是正向 蟹肉雖然少,但顯得珍貴 湯底雖然鹹大,很健康 餵腎的腎 我們剛才把蟹肉分開了 一把口就沒有了 對,我也不說自己吃了什麼 對,忘記了 我們現在就只吃美增拉麵 34元,一罐一罐34元 一罐不是32元 麵裡的熱食,每次普通常都有一個 通常我記得好像是32元 34元一個蟹肉美增拉麵 23元 不是女錢 其實我對它這裡的熱食也是不推薦的 全部都是小福的 這個價錢也要出去,自己點一碗東西更好 對,自己煮 自己煮也會有點Hardcore 我們今天全部都點了蟹肉製的壽司 全部都是蟹 除了白紙軍藍 你知道什麼是白紙嗎? 不知道 大瘡 我中過一次蟹 白紙是魚烈性 真的嗎? 但好吃嗎? 不好吃 真的嗎? 如果你有這個好的話 那怎樣好吃 如果正面的話 把你的感受 夠聲 這個壽司很有生命力 這個壽司 像城村魚一樣吃光了 不知道吃了多少 試過一次夠了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話 可以看之前的集數 是有叫過白紙軍藍 白白地被它口爆了 這個我們叫了它有沒有來過? 這個? 只有一條的就是它 不過它純粹是條尾長一點 它也有點像 是嗎? 啊 它的樣子和腹筒這麼不像 真的有性格 對 因為是獨一無二的 獨一無二 沒錯 珍貴的張獻出來 這條請你吃 27元 我自己試試 生蟲葉蟹腳 它真的看起來是整條蟹腳給你的 沒錯 這裡有一點扭靈 對 有一點扭靈 這樣幫它扭靈 這樣好像比較漂亮 我之前說了很久 它怎麼來我就怎麼拍 譬如它一來這裡 整塊檸檬飛了 我照樣拍 我不會理 看起來是不錯的 吃起來是怎樣的 其實它的蟹油 不錯的 哦 是27元的一塊 它是比較嫩一點的 蟹肉味 不過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味 那即是在吃嫩一點的 沒什麼 沒什麼 但它又不是那一塊 很硬的 即是很假的 我不知道你明白嗎 它不是蟹柳 是假的蟹肉味 可以值得一試 這個27元的生蟲葉蟹柳 但你剛剛說完它27元 是不是有點退役 又好像突然之間 算上性價比 也有點退役 為什麼我會不推薦這個選項 就是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將27元的價錢不推薦 省下 點進一些好吃的東西 2 1 不推薦 如果它27元的兩件就OK了 突然間就覺得很推薦 壽司狼不推薦27元兩件 因為真的很沒有創意 但它的東西是不是一樣 它有一兩味菜 最主要的是一樣 水煮松葉不太大 這個看起來真的比較廢 它又看起來乾 不好意思 這次是要賺 看起來比較沈穩的蟹 相信都是那些 智慧老人家的感覺 吃完之後不知道會不會有些智慧呢 應該有智慧的不會吃 認真嗎 哎呀 你吃了 老年 它表裡一致 你讚得它對 它看起來是乾爭爭 吃起來也是乾爭爭 它不會騙你 很老吃的壽司 嘩 這次有點大鑊 上面那棵這樣的蟹糕仔 它有沒有發揮到一些作用呢 它有 不會令到你覺得肉汁 但如果它沒有的話 這塊東西就真的是混蛋了 吃到沒有了智慧了 對 它有些什麼不同了 這兩塊我都好像沒看過 還沒看過 絕長帝黃蟹肉海苔吧 耶 來到的時候 那檸檬掉了 還是真的特意放在這裡給你折 你看看它 哦 是呀 不是呀 真的不是的 還要你拍抹口的 拍抹口? 吃到嗎? 應該吃到 原來是沒有了 哦 厲害 折檸檬折得夠澎湃 就這樣 嗯 是不是開始要讚 好鹹啊 怎麼形容呢 好鹹啊 吃蟹是清純的 嗯 很細水長流 吃完之後 浪漫了很多 很細水長流的感覺 不過它 幸好擠了檸檬是好一點的 其實我不太知道檸檬意義在哪裡 它擠了檸檬正常的東西 是檸檬是會忍那個食物的鮮味 可能因為它沒有 它忍不住 所以就令到檸檬好像沒什麼作用 它們純粹不是很匹配 它這裡 它就寫了推薦 我自己在這裡 就是壽司羅的推薦 推薦給你吃這個檸檬 我們在這裡推不推薦 我覺得可以一試 可以一試 到底它是不是 這個東西真的這麼青春 又淡又純 又吃檸檬 對 因為通常我去壽司羅 我看到這些 我都會試一試 特別的東西 你是冒險家 海苔包 你是NBTI ENFP 你是P 生活OK 但我工作也不OK 我是超突然的 壽司羅不算 他也是突然告訴我 今天有一個表演出 壽司羅ENFP 他很P 你表演一下 不要今天說 明天不行 瘋了 我先看針 我膚色 一天前 你試一下 你哪怕 你早兩天給我 那不用這麼清楚 他都應該要跟你聊一聊 一些Promotion 希望他會跟我聊 它叫水煮 蟲葉 蟹配 蟹肉 什麼 蟲前 重前 有些文在這裡 水煮蟲葉 蟹配 蟹肉 前 嘩 嘩 每次吃壽司 跟他一樣 你看你吃不吃到這種感覺 什麼 吃不吃到水煮 蟹肉 蟲前 蟲前 他的故事 這些是不是就是蟲前 除了有點噁心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我看到他的視覺 可能很好吃 嗯 很厲害 有沒有這句話的意境 依稀是吃到 一點點 蟲葉蟹的味道 那是內點的 用錢咬不開 那是有點韌 吃起來的感覺 老實說 他的照片 混亂程度 跟他的字差不多 好老實 我頂 這個22元的水煮蟲葉蟹 配… 這個22元 這個22元的水煮蟲葉蟹 配蟹肉 蟲前漬海苔包 本人是認為可以一試 你可以試一下 他為什麼這麼混亂 這塊 特大水煮蟲葉蟹腳 配蟲葉蟹半蟹膏 嘩 強能很厲害 但真的認真特大嗎 我就是覺得 只是蟹的東西 那也算是特大的 這隻蟹的腳 看上去 它是不夠只有一隻蟹的高級 蟹膏應該不會是… 應該死不了 但它這個有個蟹殼在 都可以的 它夠juicy 有一點味道 但又不算很重 我剛剛說 如果不重就要打開它 因為它整塊已經只有蟹膏 那它也有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有 它是… 但它就夠juicy 我覺得都可以的 就是相對起 我們剛才吃過 當然可以叫的 全部都比較老邁的 剛才吃的 我跟大家先說定 我已經覺得五點醬油會噴襯 也是有點年紀的 沒錯 經驗的 不要問我味道 真的不要問我味道 因為吃這個東西是辛苦的 即是很乾嗎 乾 一碟有蟹膏 一乾一濕 那就39元 特地水珠蟲蟹腳配蟲蟹背蟹膏 我就覺得可以一試 你試一下它的蟹膏 如果是這樣 不過它39元 只是試蟹膏 就有點貴 如果不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實際上 這次 如果真的沒有 我懷疑你這個 跟我剛才那個差不多 但是我那個真的大肝 你那個起碼都叫做… 小肝 嫩 是… 那我那個是嫩的 我那個不嫩了 過了十年了 這次也是有蟹有幾滴可樂餅 但是之前吃過了 段故都不會有什麼變化 這次就不叫 直接去這個最期待的環節 就是甜品狼 出了這個新甜品 我純粹是很不喜歡吃那個 蝦蜜瓜的雪伯 為什麼 你喜歡吃的 我純粹喜歡蝦蜜瓜的味道 真的嗎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假 我喜歡吃工業的味道 我喜歡吃的 我是喜歡它在實驗室 走出來的那種嬌 上一集吃不到 因為它多了一半 沒有出 這個純白戚風蛋糕 配特製忌廉 都會碰一點 我帶去Coin Coin的度數不太準 以為是純白威風 威風蛋糕 但是有一點感覺 就是以前我一開始吃壽司狼 那些魚不會說 一來到掉了一塊 上面的配料夠肥 一開始不會 最近是看得多 因為師傅開始熟手 哇 忌廉筋雪糕菜感蛋糕 黏忍善公司 傻仔才想到這麼好吃 首先極重芝士味 超重 27元一碟 叫吧 叫多一點 這個是十分推薦 神經病 超級推薦 超軟綿綿 這個雪糕是甚麼味道的雪糕 不過 牛奶 牛奶和很重芝士味 這個只是22元一塊 卡特拉拉 一直都是我在上室裏最推薦的甜品 但我暫時覺得 沒試過任何一種口味 能夠打人的原味 試試了給你了嗎 試了給你 菜菜鮮 它上面都是脆脆的 沒錯 試了給你加吉士 理論上就很好吃 好吃 變嫩了 它士多啤的味道我喜歡吃 證實料上面那層都是焦糖 它的味道就好像 我認識的人裡面 有九成都喜歡吃 一同那些明治朱古力士多啤梨味 是啊 它的味道就是蛋糕版的 但原來我不應該吃甜品 最大的氣管 這件事是味道好 停了直播這麼久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我不能夠完整地唱到一段first 但因為太好吃了 所以這些要死都回去才算 認真的嗎 認真的 我想問我吃了甚麼 有沒有吃魚沙 我回答他 我每天都吃魚沙 我打算阻止你 不要啊 很好吃 很好吃 那它有沒有打底原味 它跟原味平起平壯 真的好吃 因為你現在感覺到的 是士多啤梨味加吉士 原味就只是吉士多啤梨味 這兩算22元一塊 必叫 真的啊 已經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真的為了想吃蟹 你可以去街市 但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甜品 記得過來吃士郎 暫時的壽司郎甜品好像只是伏過一鑊 那一月的壽司郎就去到這裏 多謝YOO發忙 走了過來 一會就去SAM那裏直播 但沒有的甜品 都是SAM會直播出這影片 大家去重溫吧 二月的壽司郎依然會做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不止壽司郎 因為其實我如果壽司郎的推廣 再這樣重複出 我可能就會捨棄它去吃第二家壽司 不用一塊生蟲葉蟹 腳壽司的價錢 就可以加入EG大國仔的會員 就可以支持小弟幫忙做這個頻道 做得更加好 記得追蹤我和YOO的IG 他遲些都會拍YOUTU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有教學 四堂的影片一定會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EG大國仔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便剪片素材 另外我自己也有很多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的留言箱 按鈴鐺 報名 多謝 拜拜